依找清潔隊員忙者清除 街道上候選人的競選看板 旗幟等等 清潔隊員表示 部分看板掛得很高 鐵線又綁得很粗 實在是不好猜 那這一次我們縣市長 我們的議員跟議長的選舉 已經結束 那為了結束 恢復我們桃園市的市場環境 我們台灣市環保局 環境清潔機台大隊 各區中隊呢 我們在27號一早 我們就動員了450位隊員 跟150個車主 我們開始在各區的 大隊小巷來開始進行 這個進行廣告的清除工作 環保局表示 候選人的競選旗幟告 規定應自行拆除完畢 限期未清除就視為廢棄物 目前共拆除4萬件 將優先針對影響交通安全 或是懸掛於公共設 實處拆除 要迅速恢復市容 那我們希望在今天完成 主要幹道的部分 讓民眾可以在明天上班之前 大家就可以恢復 感受到這個市容恢復的一個情況 環保局說 拆下來的廢棄競選廣告物 具有可再利用特性 將全數回收後 交由為後端處理場 再次為栽生塑膠原料 落實支援再利用於源頭減量 記者東玉菲桃原採訪報導